为了做好高考试卷的安全保障工作 今年也是起用了人力加科技的这种手段 大家看到每一个考点校 随车押运的都是由民警来承担 相关的武装押运的工作和任务 同时在这个试卷在招政考试中心的保密室存放期间 从7月5号到现在一直到高考的结束 我们都有民警在职守24小时的看护任务 同时今年为了确保试卷的安全 也启用了高考试卷全流程监控监管系统 从试卷运以北京开始 一直到运到各个区 再到从各个区的招政考试中心的保密室 分送到 考点校的保密室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从领取保管押运 一直到放到咱们这个考生的书桌上 整个过程都有智能的监控系统 每一步的试卷的流向 都能够实时的在招政考试中心的智能监控屏幕上 显示出来 以确保这个高考试卷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